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团长呢 他就是在山海钓到这条黄后鹰嘴鱼 然后师傅是在蓝洞的地方钓到这条鹰嘴鱼哦 然后这个爱心凳子也是可以来制作的 但是他需要这个石头 还有这个平格蜡 那这条平格蜡它会出现在露营场的湖泊 游泳场 还有服饰店 度假村的池塘跟波乐森林池塘 然后是在早上才会出现的 然后还有这颗桃子 它是在大型超市可以购买到的哦 然后团长就是在波乐森林池塘 钓到这条平格蜡的哦 收集完所有材料了以后 就可以来制作这个爱心的凳子了 制作时间非常的快 只要10分钟就可以完成咯 那如果你不想要制作想要购买的话 也是可以到家具行去购买 一个是需要新币900元 好了收集完全部的材料以后 就可以准备开始制作啦 然后是需要一个小时29分 好终于完成咯 这个迷红灯机尾酒塔很漂亮哦 医生家就有座哦 这个是桃色的 这个是蓝色的 这是黄色的 这是绿色的 总共有四个颜色 接下来适合给你们看看 喝下去是没有效果的 不过就是很好玩 再来一杯 再来一杯 喝太多了 醉一点的醉了 再来一杯 醉一点的醉了 接下来带你们到这棵树上来玩哦 拿出这个波勒的地毯 咻 就会往下掉了哦 来看看它可以滑多远 小飞贵来呢 结果居然到这里就没了 就不能动了 那要怎么爬到这棵树上面呢 接下来请医生来示范给你们看一下哦 然后到这个树洞里以后呢 就拿这个地毯出来 我们来换这一个 这个比较大 应该可以滑比较远 掉下去咯 一路滑行 远越过的池塘也太厉害了吧 啊 结果到这里就卡住了 这个很好玩哦 大家也可以来玩一下 那今天分享的这个鸡尾酒塔 非常的漂亮 而且也蛮好玩的 医生家有放 然后团长家也有放哦 你们也可以去他们家试喝看看哦 喜欢请帮我按赞跟订阅啊 我们下次见咯 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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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